有人奇怪,肖战在2024年一部剧都没播,也没怎么曝光,可各种榜单却依旧断层第一。 他不是在去片场的路上,就是在跑商务的路上,这样的艺人怎么做到保鲜,还热气腾腾的呢? 而另一些人更纳闷,肖战这几年的戏都不是主流大爆款,这么帅一个顶流却去演那些军旅剧,年代剧和普通小人物,白瞎了这脸蛋,他究竟是怎么红的呢? 哼,能够有这些质疑的人,只能说他们太狭隘,还存活在某些俗套的认知里。 肖战,那可是走实力演员的主流之路,而不是走那些稍纵即逝的主流爆款,爆米花之路。 准确地说,他当下的定位和咖位,与自己的年龄层绝对不符。 90后,小生正处在意气风发的大好时光,外形足够耐打,演绎角色的空间弹性足够大。 从年轻小伙到中年企业家,从迷人又可爱的反派,到绝对正气的军人,肖战都能轻松驾驭。 所以,他的戏路子非常宽广,完全可以跨越小生代和中生代的各大角色领域。 在这样的良好基础下,肖战怎会继续流连那些只有爽点,爆点的偶像霸总剧呢? 说白了,就是看不上。 即便拥有一时半会的流量,他也不再稀罕了。 毕竟在他身上,从不缺流量。 他要的就是锤炼自己的心智和演技,打磨出更多有质感,有厚度,能够回味悠长的经典佳作。 于是,我们看到了《梦中的那片海》、《焦阳伴我》,还有未播出的《射雕》、《藏海传》等作品。 每一部戏都凝聚着肖战的心血和努力,他用自己的精湛演技赋予了绝色灵魂。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他带领我们走进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热血与奋斗的力量。 在《焦阳伴我》里,他又以细腻的情感演绎,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温暖。 而那些未播出的作品,更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相信肖战会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同时,因为他挑作品的前瞻性眼光,以及聚播的长尾效应,又反补了他的商业价值和时尚咖位,令他拿到的商务资源一样顶得不能再顶。 资源够硬时,那么随之而来的口碑和社会影响力便会越来越大。 肖战自然而然的就越来越红了,这是良性循环,长命效应。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他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 他不满足于现状,不沉溺于一时的荣耀,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实力演员,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追求。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帅气外表和出色演技,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他善良、真诚、谦逊、努力。 他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粉丝们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向上,充满爱心。 他是一个真正的偶像,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他的每一个作品,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经典。 他的故事将激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肖战这么走下去,只会一直更好,越来越好。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他将继续用自己的光芒照亮娱乐圈的天空。 我们期待着他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作品,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肖战,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为他的未来喝彩,期待他创造更多的辉煌。 弯曲声明月晚会已经结束,但肖战演出的后续影响却生生不绝。 不仅是他的歌声长久萦绕无数人的脑海,演出的视频也不断爆出新的视角,新的花絮。 肖战的演出像引发了一场海底地震,波涛不断拍向海岸,激荡着人心。 而从晚会后的数据总结来看,说肖战用非炫技的歌声赢得亿万观众的喜爱,也丝毫不为过。 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两天时间肖战演唱的《往事随风》、观看量已经一亿加。 黄晓明和王力宏发的直拍视频都是千万级别,几百万的视频数都数不过来,强得吓人。 这首歌也迅速被各地文旅用作了BGM,各种宣发,更被制作成模板广为流传,成为旅游等等博主的配歌。 另外,据官方统计,到目前,晚会总阅读量19.8亿,肖战艺人17.3亿,北京文化论坛晚会总阅读量13亿,肖战9.1亿。 连一贯被押的WB,晚会39个热搜,肖战就占了21个,并以势不可当的速度横扫热度榜单。 可以说,肖战获得亿万观众的喜爱再也不是一美之词,而是实打实的实话。 其实,肖战一级的数据早就有了,而且很多,只不过这次更直观更迅速,更令人惊叹。 肖战的歌声可谓惊艳全场,全体拿出手机拍拍拍,导致各行各业各圈层人士的视频与观后感层出不穷,令热度一高再高,层层叠加,形成滔天巨浪。 讲真,肖战的演唱没有专业歌手那些华丽的炫技,唱得真诚朴实,会唱而不张扬。 虽然不是专业歌手,但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长久地在钻研割异。 拥有了话剧舞台上打磨出的声音的掌控力,有无论多么忙碌也不懈怠的自律健身而形成的爆发力,有优秀演员细腻传神的表现力,有波澜起伏,壮阔人生的故事感,有让往事随风,一往无前的冲天气感。 在这种种综合之下,在舞台上释放出横扫一切的魅力,让观者无不动容惊艳。 话说回来,肖战鲜少,参加综艺,晚会,但每次亮相都惊艳四座,造成轰动。 而这次之所以在上场之前,全场就纷纷拿出手机拍摄,实在是肖战的优秀印象早已潜入人心。 这是他历次经验的舞台使然,是他一步步优秀的剧作使然,是他的传奇经历使然,更是他的戏品,人品使然。 不管夜内夜外,圈内圈外,他以声名远播,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优秀的代表。 而且,在这次演出中有几个小细节,也是格外动人。 在与莫文卫的合唱中,走上台阶,牵手引发全场欢呼后,一向避嫌的肖战并没有放开,而是一直看顾穿着高跟鞋的莫文卫脚下,牵手走下几级台阶后才放开。 那一刻细心的粉丝发现,莫文卫回握了两下表示感谢,全程笑颜如花。 肖战的这份细心体贴与君子风度,暖了莫姐的心,也让演唱氛围特别温馨唯美。 讲真,这种体贴而不失分寸,优雅而不油腻,是很难拿捏的。 绝对需要骨子里的暖与唇,才能做到恰到好处。 另外一个点就是,在后台急不如风赶时间的肖战,在进入电梯的瞬间,还不忘想帮他按电梯的工作人员道了一声谢谢。 说实在的,走到哪都万众瞩目,一登台就掌声雷动的肖战,却没有无视任何一个人的付出,没有视为理所当然, 当然,这是深埋于骨血的教养与善良的自然流露。 不得不说,是虽小,却格外动人。 内于从不缺唱功卓绝的唱将,而肖战这首并没有酷炫技巧加持的歌曲,却赢得了大众广泛的喜爱。 不得不说,真诚是一条直达路。 而肖战身上的故事感与冲天豪情更是引发了大众强烈的共鸣。 不是只有美女爱英雄,而是世人都爱英雄。 而肖战就是这个普通人心中英雄般的存在。 大湾区晚会,肖战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影响力带飞了整个晚会的热度, 让人们再次深刻地领略到了顶流的强大威力。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湾区盛名月晚会,肖战贡献了20多个热搜, 十几亿的阅读量,1000多万的讨论量,2000多万的互动量,百万元创。 微纸高达3.5亿,百度搜索指数破5万。 肖战微博访问量近400万,世界趋势第十七。 这一系列惊人的数据,如同一个个璀璨的勋章, 彰显着肖战在娱乐圈的王者地位。 可以说,整场晚会肖战就是全场焦点,最顶的流量。 凤凰卫视制片人赞叹肖战引爆全场,央视给了肖战灯牌镜头。 苏友鹏说肖战粉丝来了。 黄晓明说你是战哥,我是战哥。 王力宏拍完肖战,还拍了肖战粉丝,才放下手机。 网友们纷纷感慨,这种流量和戏骨都聚在一起的大型活动现场。 所有的业内都知道,有一个人最火,也默认了这一事实。 平时粉圈针对性的什么小表格,拉踩,捆绑,通告,这一刻都特别可笑。 你是什么层次? 业内人早已清清楚楚。 现场的观众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肖战唱歌时的盛况。 台下观众停止社交,工作人员停止工作,都在拍肖战。 场内有领导甚至直接说,我知道全场都是来看肖战的。 一百多个明星,很多的业内人士,很多的观众都彻底见识到了肖战上场时,台下观众被炸翻的震撼场面。 不带灯牌又怎样,照样掀翻房顶。 肖战唱歌的时候,不仅有360度的镜头环绕,粉丝们的镜头也咔咔不停。 现场的明星和工作人员也都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精彩瞬间。 肖战人还没出现,就登上了世界趋势,超话就爆了。 有博主总结说,不得不说肖战真的还是顶中顶,怪不得常年炮剧组,一出来真的诈飞内鱼,全场沸腾。 还有黄牛聊天记录发出,粉丝感凯票太贵,黄牛说你赶走肖战,可以减少一个零。 对话虽然非常搞笑,不过,由此也可见肖战在内鱼的呼声有多高,有多惹人喜爱。 肖战两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当然会因之而归。 当肖战名字赫然出现在出席晚会的名单中时,想要前往观看的人数,就暴风式增长,必然会导致票价居高不下。 肖战就是给人一种,一出现,就乍翻内鱼的惊喜。 虽然经常闭关,一出就是王炸,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顶流巨星自带顶级流量,这就是老天要他大火的命。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帅气外表,更在于他的才华和努力。 他用自己的歌声和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每一个作品,每一个角色,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故事和情感。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他的善良,真诚,谦逊,努力,也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粉丝们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向上,充满爱心。 他是一个真正的偶像,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他将继续用自己的光芒照亮娱乐圈的天空。 肖战,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为他的未来喝彩,期待他创造更多的辉煌。 一向低调拍戏的肖战,不出则已,出则惊艳世界。 湾区声明月晚会异曲,往事随风,惊艳全场,乍翻网络。 业内外一片赞声,破戒又跨圈,可谓大型圈粉现场。 也许那鱼真该感谢肖战不长出来,这要经常曝光,还有别人什么事? 肖战的精彩表现也引发业内振臂发声。 明星当如此,那鱼该换换思路了。 讲真,肖战能惊艳全场意外,也不意外。 对于没见过肖战,不了解肖战的人,肖战的表现的确意外。 被冠以爱斗,顶流标签的肖战,在一步步优秀作品播出后, 渐渐被认可是一位不错的演员。 但湾区声明月晚会上的演唱,气场全开,声音高亢,动人心魂, 唱出了故事感,更唱出了风骨气概,惊艳全场,可不是官方浮夸。 无论是看台上的粉丝路人,还是场内外的嘉宾和工作人员, 齐齐放下一切,专心看肖战,很多男性观众, 很多明星也纷纷拿出手机拍摄,比如黄晓明,王力宏等, 肖战就像一个璀璨的发光体,光芒万丈,令人无法不瞩目。 这场演出也立刻引爆网络,男明星热度指数紧喷, 再次上演极致的拉窗帘画面。 海外也是登上了市区,多国趋势,长得能拉出一个表单。 人们在各个平台现场视频下刷屏式的惊叹肖战的唱功与帅气, 不得不说,肖战以强悍实力令征服众生。 而对于认识和了解肖战的人来说, 这如沸腾般的场面丝毫不意外。 肖战哪次出场不是这样。 对此,业内与官方更是心中有数。 而被加推崇,此前刚结束的北京文化论坛晚会竟显国家认可。 北京卫视更是各种拍摄采访,向炫耀孩子的家长。 如今换央视主场更是进展央妈的宠爱, 又大合唱,又对唱,又独唱, 为肖战一人,独宠之意毫不遮掩,羡煞旁人。 更有意思的是,央视不仅海内外全平台 齐发肖战的演唱视频, 更专为肖战制作了一个三首合集。 怎么还强起了粉丝的活,也是超爱。 归根结底,肖战值得这样的推崇。 话说回来,肖战的惊艳演出, 也让人们对内于的一些现象开始发生。 有网友拉仇恨, 演员做到肖战这样的直播演唱能力, 再出歌。 讲真,那门槛有点高。 虽不用跟肖战比, 但有一定水准,还是需要的。 肖战这次演唱《往事随风》, 有一个更震撼人心的点在于, 这首歌宛如在讲他自身的故事, 通过歌声向粉丝道爱, 与世界和解, 有着旷野与淡然, 更有率性与豪情。 肖战的娱乐圈之旅, 备受打压与阻挠, 流量标签, 更是带来无尽轻视与偏见。 他的优秀, 被百般遮蔽, 掩埋。 而今歌如其声, 歌如其声, 令人感慨万千。 影主持人文海一再振臂发声, 粉丝们震耳欲聋的欢呼与尖叫, 一方面表示喜悦, 一方面表达骄傲。 这么好的肖战院, 全世界都知道。 肖战是流量与实力艰巨的优秀艺人。 这里也想说, 内遇于也要换换思路了, 不要再被爱斗。 流量这些偏见裹挟, 在肖战这里不存在, 肖战是堂堂正正的影视歌 全面发展的实力巨星。 人应有故事而有魅力, 人更应放下过往, 更有顶天立地的气概。 过往多少事, 让他尽随风。 舍不得忘, 一切都是为爱, 没有遗憾这是肖战的旷达与感恩。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是过往坎坷不惧, 未来波澜不惊。 肖战用歌声告诉我们, 告诉世界, 他会更挺拔。 肖战工作室发布的, 参加大湾区晚会台前幕后的视频, 犹如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们, 窥探这位超级巨星背后努力与付出的大门。 那看似潇洒俊美的肖战背后, 无时无刻不展现着一个, 努力到让人心疼, 自律到令人敬佩的肖战。 此次肖战的行程, 可谓是极其紧张。 这一年, 肖战一直隐身在剧组低调拍戏, 鲜少参加活动。 而这一次, 他仅仅抽出了三天时间, 却一连参加了两个重要的活动, 北京文化论坛晚会和大湾区的电影节晚会。 在这两个活动中, 肖战一共有四首歌需要表演, 可想而知, 他的工作量有多么巨大。 为了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 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练习。 在花絮中, 我们看到了深更半夜, 肖战披着浴巾在酒店里练习唱歌的画面。 那一幕, 让人既感动又心疼。 还有他吹纸片的场景, 起初让人觉得奇怪, 后来才知道那时, 他在练气息。 高强度的舞台表演需要良好的体能, 否则就会气息不稳。 我们还能看到, 肖战在一切空余时间里进行锻炼。 那流畅的肌肉线条, 抱起的青筋, 都是他严苛自律的证明。 往事随风结尾经验的高音收场, 震惊了无数人, 那无疑是整场晚会的最高潮。 而这背后, 凝聚着肖战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肖战真的是一个狠人, 对自己要求极高, 疯狂地内卷自己。 一直都在组里拍戏的他, 利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 不停地练习, 才有了如此惊艳的效果。 星光熠熠的背后, 是他的天赋与努力的完美结合。 练眼神, 练气息, 这些看似简单的小方法,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日复一日的坚持, 却需要强大的自律能力。 肖战做到了,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事, 真正的努力与坚持。 形成如此紧张的他, 仍抽出时间, 拍摄了两组高清的写真照片, 分享给粉丝朋友们, 并且还把动态的, 拍摄花絮, 通过工作室的LOG, 分享给粉丝。 肖战充粉只做不说, 满满的诚意, 让人感动不已。 分享是最高级的浪漫, 当年肖战随随便便的一句, 如果你们想看, 等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分享给你们。 他真的说到做到, 从来没有忘记任何一句对粉丝的沉默。 谢谢内鱼有这么好的肖战, 他是我们心中最闪亮的大明星。 肖战的努力和坚持,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更是为了给粉丝们, 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他用自己的行动, 激励着每一个人, 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肖战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他的善良, 真诚, 谦逊, 努力, 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了观众的心。 他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角色, 每一首歌, 都充满了故事和情感。 他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 他的光芒将永远闪耀。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 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 为他的未来喝彩, 期待他创造更多的辉煌。